这些个重型货车在道路上行驶要遵守规矩 而要进入市区或者是在进行的区域之内行驶的话 除非有交警部门所核发的通行证 否则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然而就在今天上午 我是冰河西路管线桥路段 就有这么几辆重型的垃圾轻运车 当民警要求其出示相关证件的时候 司机拒不配合 赵高峰的时候 我们看见有大车行驶 然后我们就拦住了 说他们是环卫车 他们是晚上22点到早晨6点才可以通行 然后这些司机挺不配合的 也不给驾驶证 我们说不给驾驶证 就要依法扣留他的机动车辆 但是他的车钥匙也不给锁了门 然后对我们不予理睬 那么这几位司机为何拒不出示自己的证件呢 面对记者的询问 一位司机如此说道 与此同时 又有接连几辆垃圾轻运车 缓缓拾入了这一路段 并且将车辆堂而皇之地停放在了路边 不多时 这一路段的重型垃圾轻运车就排起了常备 足足有十余辆之多 我们扣了四辆车以后了 停到这个便道里面 就是为了防止不影响交通 而且我们可以正常的执法 但是后面他们来了的那个 代言这是他们的领导 专门交过来四五辆车 然后在咱们这个机动车上停了一排 影响交通 为啥陆陆续续续又过来六辆车了 面对镜头 这名司机并没有解释 为什么这里的垃圾轻运车 从四辆变成了十辆 而此时这十多辆垃圾轻运车 已经占据了冰河西路的一条外侧车道 严重影响到了这里过往司机的正常通行 平时这儿肯定有好多车都减速行驶 后面如果跑得快 离家来不及注意 注意注意注意 有时候他走着走 他啪就拐过来 要不就站住了 后面跟着车也来不及 最后他是在高峰期间他不要来 影响很大 我们接到这个大车就会 他一般不停止 比如说他们来回的电道 会影响了 尤其是冰河中西路 他们来回电道会影响 在这里我们也想提醒各位司机 驾驶重型车辆进入市区时 一定要按照通行证上 所指定的路线和时间上路行驶 否则不但会增加市区内的通行压力 你也将面临罚款200元 即三分的严厉处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